昨天阴州街的棚仔市场就关闭了 今天就来到通州街这里是一个新棚仔市场 何先生你有什么话想说 旧的已经过了一段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新棚仔 这里的地方都是环境比旧棚仔好很多 因为旧棚仔大家有时去过都知道很多银 这里没有银,可以说环境比以前好很多 希望你们都来支持一下我们 对于这里有什么意见?会不会有些东西想发表? 这里有什么想法?其实在这里 我们都希望大家去宣传 希望政府继续帮手搞那个 比如那些奴牌和配套设施那些 希望搞好些 即宣传那方面? 宣传那方面暂时都未够 因为政府没有宣传 只是开张的仪式 其他人都要靠大家传媒 还有靠大家 那些客战互相宣传 希望香港人支持香港人 那些客战互相宣传 是不是你们的街市牌都未更改 你们是棚仔布业的? 之前我们有提出申请的 不过现在政府不容 都没办法 算了既然棚仔不喜欢的 现在给了一个新的布园市场 都可以说算数啦 因为旧的它不喜欢用新的 我们都接受的 现在用布园市场来做招牌? 是的 用布园市场 没办法 那什么时候会装到 上来这个布园市场的招牌? 它现在做一个临时的 有一个暴障在这里 它什么时候弄到 我真是不知道的 等政府自己搞的 那些 有一个临时的暴障 有一个临时的暴障 叫做深属谷暴危市场 今天第一天开业 人客的情况或者流量是怎样? 今天第一天开张 那些人客都是没几多人游客 有部份去到旧场的客户 幸好我贴招牌 写个电话在这里 那些客户就打电话问我 就问到这里 今天都做了两三宗生意 两三宗 不过好在这里距离得不太远 好处这些近的二三百米远 二百米远 他们一点那些客就明白 就走出来 日后你们会不会有些 自己的宣传渠道? 会的 因为我们现在 初初搬出来的 那些乱乱乱 没搞得好 如果搞得好 我们会重新搞一个 叫本地 全部洞主的活动 再搞些活动宣传 搞些活动宣传 会尽量去申请 希望大家去支持 社会人主有支持 搞个大赢些活动 希望到时有时中设计师 设计了些衣服出来 再跳下 搞黄的墙 搞黄的墙 据我所知 你说过 那边一年是一个金额 但现在 断月计收回你租 你可不详细讲下情况? 情况就是这样 那边 那个地方 就是交小贩牌费的租金 以前就是 那边一年的小贩牌费 就4630元 一年的小贩牌费 来到这里就是 4500元一个月 那我租金贵了很多倍了 那我们都 好处就很多客 支持 很多熟客支持 他们说 每个给你买少少 你都 补回条数 那希望他 就多些客来帮忙买东 就博来多少顶回他 会不会有其他方法来增加你的生意额 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这部衣车 利用这部衣车来增加生意额 有很多那些人买了不懂车的 或者不想车的 我们完成了他续均就帮他车 加工了 就帮他做回租金那里OK的 好啊 祝你们生意顺利 谢谢何先生 多谢大家 谢谢